你好,欢迎收看10月2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吕贵 113年花莲县秋季集团结婚,在理想大地度假饭店举行 婚礼是由现场徐正卫担任任婚人 而男女双方主婚人是立法委员傅庚琪 还有受封乡长曾淑仪 以及男女双方的介绍人是立委郑天才和立委林毅君 他们共同为65对新人献上最真实的祝福 现场徐正卫城市祝福各位新人百年好和上海为盟天地为正 相信人海漫漫当中去迷另一半是和谐的珍贵 而婚姻需要不断地学习及成长 双方一起从生活体验面对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夫妻之间亦师亦友 其余新人们互相扶持成长才能够一同携手 共同面对难关影响更多的挑战 在这个人生当中您找到了你生命中 想要保护以及想要攜手 跟他共度另外一个崭新的人生的一个伴侣 那在寻寻秘密当中 很难等可贵 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因缘具足了 那选择开创另一番的人生起航 所以在这里 珍贵阿姨要跟我们所有的新郎新娘祝福 第一个祝福就是 既然你找到了你最理想的人生伴侣 就要好好的跟他开创美满的人生 不要想去改变任何一个人 因为每一个人来自于每一个家庭 他的个性都不一样 但是既然你选择了他 你一定是他有非常多的优点 让你欣赏 让你选择了他 看到优点放下缺点 尤其是在日后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里面 爱情是甜蜜的 但是进到婚姻里面 我们必须要遇到了很多很多生命中的起起伏伏 珍惜你身边 那个会为你陪伴你起起伏伏的那个最重要的人 明镇所长明亮珍表示 幸福八年集团结婚已经进入第三世界了 经由团队长久的根据努力 每年报名参加花莲宪集团结婚 新人十分的踊跃 至今见证了2449对新人的幸福时刻 集团结婚已经成为幸福发联代表之一了 记得结婚回收回小伙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